今天在超市買了鞠躍粉皮 原來是無臘都適合寶寶吃 我試用來炒 大家記得要1歲以上才可以吃 雞柳切絲 逆紋切 會容易咬 碎半以上可以放寶寶的調味料醃15分鐘 用椰菜都頗方便 隨時撕幾塊就可以煮寶寶的食物 如果剩下了就用保鮮紙包好放入雪櫃 今次我用大啡菇 因為濕炒所以不出水 切完拿去炒就可以 如果想乾炒就先把蔬菜出水 另外用了紫洋蔥 通常我會在水龍頭下面切 所以我沒有拍出來 把它切細片就可以 今次炒鞠躍粉皮的材料很簡單 肉類可以自由轉換 蔬菜也是 最重要是生粉或粟粉或麵粉1比1 最後收回芡汁 鍋子要夠熱才放入 油熱才放入材料 先放洋蔥 洋蔥想不辣又爽 記得要炒30秒後蓋過1分鐘 這個在日本節目學回來 真的很有用 之後可以加入雞柳 如果想洋蔥是很軟的那種 很容易寶寶吃 也可以焗久一點 炒久一點才加雞柳 雞柳差不多變色 就要加其他蔬菜 把剛才的椰菜 和大啤菇都放進去 如果雞柳炒得太久 就會變得很硬 寶寶吃不到 這個時候加上蒟蒻粉皮 一起炒 粉皮會越炒越爽口 所以炒粉皮會比較容易 如果炒粉皮會很容易炒到一坨坨 加1比1的粟粉水 生粉水 或者麵粉水 也可以 收汁之後就完成了 請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分享給你的朋友 謝謝